以后别来上学了 为什么 不上学你们才能学习更好 从今天起 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 下午三点以后起床 为什么 这样你才能长高 我一定是在做梦 小妹 吃了糖再睡 妈妈 不是说会长出牙吗 以前是妈妈弄错了 快吃吧 糟糕了 妈妈说吃饭没营养 我饿了就让我吃零食 我吃饭之前要洗手 妈妈去说 我干不净吃了没病 老师和妈妈们 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想要以前的妈妈 谁家之前吃糖不伤牙 我真的开始牙疼了 胡少许在家也很无聊 那就想办法 把妈妈们变回去 小儿长得高 应该吃得好 薯片辣条多了点 糖果冰棍不能少 小儿长得高 应该吃得好 薯片辣条多了点 糖果冰棍不能少 我家熊妹说 糖吃多了有点牙疼 我应该继续让她吃吗 当然要继续坚持 牙疼只是钻石的 多吃糖 熊妹的牙才会越来越好 你看教育手册就是这么写的 好吧 看了 就是因为爱上和那本教育手册 老师和妈妈们才会变得奇怪 我想看看那本教育手册 上面写的内容 我好想在哪里听过 直接说想看 可能会引起爱上的警惕 我去把他们都叫出来 你们进去看 把阿迪交给你了 妈妈 老师 我肚子好痛了 快送我去医院看医生 什么 贝儿 我来了 贝儿不是最怕去医院了吗 妈妈和老师抱不动了 有没有人来帮忙啊 我们来了 小孩子应该多吃零食才能白白胖胖 晚睡晚起才能充满活力 我看电视有利于实情健康 是好像是我写的 什么 这是我写的愿望手册 每次妈妈不准我干什么 我都会写成应该感 怎么会变成教育手册 我们玩艾莎就知道了 艾莎 熊妹写的愿望手册 怎么会被你变成教育手册 变成教育手册不好吗 我可是帮熊妹实现了愿望 不好不好 我都看长中衙了 我要告诉妈妈和老师 这本书是我写的 他们才不会相信你 老师 艾莎给你们看的教育手册是我写的 你们千万别相信他 小朋友们 这本书真的是熊妹写的吗 如果是熊妹写的 就发送一一 如果不是熊妹写的 就发送二二 小朋友们都说 这本书是熊妹写的 是你写的 你能背出来吗 我写完就忘了 熊妹这么小 怎么可能写出教育手册 你们别说胡话了 快回家吧 小朋友们知道 怎么才能让妈妈和老师相信我们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关起来 你誓得我